凯米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 刚刚气象数八点半的时候更新了警报单 现在它的七级暴风圈呢 又笼罩在更多的陆地了 原本呢在清晨的时候是东半部地区 现在啊它真的可以说是登陆倒数 就在我们家门口 目前包含在台中以北还有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都已经在它的七级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说在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会觉得原本早上可能是这种间歇性风雨 接下来降雨时间会越来越长 风也会越来越强 尤其是随着它的中心点逐渐的靠近 并且登陆之后呢 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在它的一个周围附近 特别是在它的这个眼睛旁边的这个眼墙 会是风跟雨最强的一个地方 也因此呢预计它会是在宜兰到花莲一带登陆的话 那么横扫整个北台湾地区 观众朋友一定要严当戒备这样子的一个台风 会带来的一个灾情了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 接着呢预计要到明天的早上八点这段时间 它的中心点才会出海 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会使它影响我们最为剧烈的时候 要完全脱离它的暴风圈 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天的一个深夜了 所以说很多人关心啊 明天会不会再放台风架呢 目前看起来确实它影响我们的时间 是有可能拉长 因为气象鼠现在预计 有机会它登陆之后撞到中央山脉 结构一旦被破坏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再稍微的速度放缓一点 所以也不排除它影响我们的时间 还有机会再拉长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在今天晚上台风登陆之后 接下来会带来非常强的风跟雨 也许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在早上的时候还说 有看到这个阳光稍微露脸 好像没风没雨 但是接下来在风的部分 或许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率先有感 可是雨的部分呢 中南部地区从今天入夜 一直到星期五 您会特别有感 这个雨不停下 特别是在山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是紫到发白 都是维持在中南部 特别是山区的一个地方 只是台风不只是雨 很严重风的部分呢 大家也要特别小心 我们看到在台湾地区几乎啊 都被列入红色的这个范围 就代表说要小心这个强风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清晨的时候 会是这个台风带来 这个风最强的时间点 有很多地方呢 包含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 还有台中彰化 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有可能会来到强阵风 11到12级 甚至呢我们看到 在像是宜兰地区 还有蓝宇绿岛 也可能会来到12到14级 那么像这样子哦 只要在11级以上的强阵风 它的力量是大到可以把陆树吹倒的 所以说呢 今天晚上呢 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非必要的话 真的是不要出门 而另一方面呢 随着这个风越来越大 那当然沿海地区的浪也是越来越高 目前啊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含彭嘉宇都已经侦测到了 3米以上的浪高 随着它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 到时候呢 这个浪会可能来到了6米 甚至是7米以上的巨浪 所以包含这个海边灌浪 不要去哦 当心可能到时候违规 还有可能会收到罚单 在未来的6个小时哦 预计它还会再增强 而且在碰触到我们的陆地之前 它就会来到了中台上线 那么是很接近墙台等级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今天啊 已经有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台风眼了 刚刚提到 在眼墙周围会是这一波风墙 而且雨是最大的部分 当然在中南部地区这一次啊 虽然没有被中心点通过扫过 但是也会带来很明显的降雨 原因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因为呢 我们看在这一个雷达回拨图上 可以发现呢 目前凯米台风持续往我们步步逼近当中 但是我们发现哦 在很南边这边有一道 这个很强的旺盛雨带 它是一个呈现深红色的一个部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它的一个螺旋雨带 再加上整个西南风带来这个充沛水气 符合之下就带来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旺盛雨带哦 那么包含呢 前气象局长证明点就说了 在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当时就是有这样子这么强的一个雨带 它卡在台湾上空 所以当然在那时候阿里山降下了2600多毫米的惊人雨量 所以说呢 这个雨带会不会跟着它一起被扫进台湾 目前还有未知数 因为呢 接下来要看它进到台湾之后撞到中央山脉 第一个它的结构会不会受到影响被破坏 再来就是它如果速度再更慢一点的话 也许哦 这一些雨带呢 卡在台湾上空越久 它影响的时间越长 因为呢 风配的水气从西南风不但不断不断的被输送上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南部地区 接下来雨势会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也带您来看到了目前的一个累积雨量呢 从昨天到今天 宜兰翠峰湖已经有超过268毫米 台中还有新北乌来跟桃园拉拉山也都破百毫米了 目前看起来哦 这个雨势的一个图呢 确实就跟这个我们看到 逆时针的螺旋雨带带来的一个雨量 是有蛮符合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带您看到 如果以每六个小时的一个降雨量来看的话 真的是很惊人哦 您看到紫色红色的地方 绝对就是破百甚至到200毫米 甚至有一些您看到 可能紫到发白的地方 是代表说它可能会来到300毫米 短短六个小时 中南部地区就好多的地方 像是山区啊 就会来到了200甚至30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 所以也预计呢 在这一次一个降雨呢 我们包含看到在今天 山区越晚雨是越大之外 还有礼拜四开始从清晨一路到晚上哦 基本上呢中南部的山区雨是不会停的 而且这样子的强降雨会一直下连续下 可能会下到礼拜四甚至是礼拜五 那么包含气象鼠这一次呢 他们也持续上修了一个山区的总雨量 目前看起来最高有可能会来到1800毫米 地点呢就是在中南部山区 那么有人啊就说啊这个数字呢 可是当年莫拉克台风的五分之三哦 所以说要严防哦 这一次虽然中南部地区 您可能觉得雨还没下下来 可是不是不下而是时间还没到 而且一旦开始下雨之后 这个雨啊会像到的一样不断的下 那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哦 这个西南风带来的丰沛水汽 撞到中央山脉之后 再加上地形台声的影响 所以带来的一个充沛降雨 而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带您关注了 目前已经有一些的溪流 发布了土石流警戒 有269条的溪流 现在包含分布在整个宜兰 花莲新竹地区 还有一些部分山区 都已经亮出了黄色土石流警戒 那么最后我们也带您关注一下 刚刚提到了在这个暴风圈 现在触路而且范围是逐渐扩大的一个状况底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 就是风雨最为剧烈的时候 那么到星期五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可能这个雨是缓和的感受 会相对比较明显 但是呢在中南部的山区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还是会有一些豪雨影响 就是受到了这个台风尾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接下来呢 就算台风在明天深夜 礼拜五清晨已经逐渐远离 风跟雨逐渐的减小 但是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残留水汽影响 而另外呢也提醒大家 虽然说这一次的台风 它并不是走这个我们所谓的西北台路线 稍稍可以松口气 虽然我们的中央山脉呢 会破坏它的结构 风跟雨也许在它结构被破坏之后呢 会稍微减少 这个风跟浪可能会稍微减小 但是水汽的部分并不会减少 也因此呢 这也是为什么要一直不断提醒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在山区 是有可能会出现致灾性的大豪雨